目前双方是各说各话近代司法调查 而出面爆料的这名理性女model 在今天下午更是出面公开说明 详细的说法来看邵萍的报道 好了 整形医师洪新玉的前女友下午出面指控 说她在进行整形手术的时候 会涉嫌拍下女病患的裸照 光是她所看到的裸照照片就多达数百张 而且有八个女艺人是她认得出来的 我们来听听看当事人的访问 就全身都全裸的照片 就刚抽完子绒完乳的照片 她为什么会弹给你 我不知道 她就跟我讲 你看就是今天做老女人在做这个啊 还抽做多大什么之类 就会讲类似这样的话 很像尸体 一句一句那种特写部位 她想我闭嘴我就 这照片中有你认得出来的人吗 不方便讲就讲不方便讲啊 你认得出来的演艺圈人士 估计数量 至少八位 出面爆料的是洪欣瑜的前女友 也是演艺圈的通告艺人 那么两个人原本是医病关系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交往 那么交往的半年间呢 每次洪欣瑜动刀做手术的时候 就会拍下女病患的裸体照 跟她炫耀 那么一直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她觉得男方的行为相当恶劣 才渐渐疏远 那么由这一段时间来研判呢 主要被偷拍的病患呢 是洪欣瑜在任职于 新光医院整形外科时的病患 估计呢 她所看到的照片呢 就多达了数百张 其中呢 有八个是演艺圈 她所认得出来的女艺人 那么这些照片呢 分别是存在 洪欣瑜的家中电脑 还有手机里面 她今天呢 会现身出来指控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女病患受害 以上是目前 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 主播 好 谢谢少平 目前根据这位理性女model的说法 整起案件真的是 和李宗的案件 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包括受演艺圈的女明星也受害 而且照片疑似 就是存放在整形医师的电脑 跟个人手机当中 不过目前整起事件 男方她是透过书面声明 表示进行否认 事情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将近代后续的相关调查 我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现在 gerne握好了 谢谢大家